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迷糊接听 惊吓 电话那端的人带着哭声说 我不活了 惊吓揉了揉睡眼 李清清 大清早的 请你好好说话 这边的张清清吸了吸鼻子 张肖这个王八蛋趁我出差 把女人带回了家里 本来我想给她一个惊喜 不料她反而给了我一个惊吓 我刚刚开门时 她和别的女人一起烫在我们的床上 惊吓的困意顿时全无 给我发个定位 我马上来找你 惊吓火急火燎地起床出了门 陆毅就在她的隔壁 她也是一夜没睡 听见惊吓开门的声音 她也立马开门 见惊吓匆忙忙的样子 追她而去 关心道 去哪 惊吓没有看她 边走边回话 张肖出轨了 趁李清清出差 把别的女人带回了家 刚刚被李清清抓奸在床 你安慰安慰李清清就够了 别掺和进去 陆毅一个大男人也不好跟着去 她和李清清只能算是同学 和张肖只算是认识 眼下 李清清的是最棘手 惊吓也不打算跟陆毅抬杠 好言好语道 知道了 惊吓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李清清的面前 李清清正坐在公园的凳子上哭泣 看到惊吓来了 她哭得更加委屈 惊吓 张肖就是个王八蛋 别说李清清无法接受 就连惊吓也有些接受不了 两人从大三开始在一起 结婚后虽然吵吵闹闹 但感情还是有的 不然也不会在闹离婚后又和好了 人心真是难以猜测的东西 扎起来 一分钟就足够 惊吓气得血管都快炸了 别哭了 走 找他算账去 我怀孕了 说完 李清清哇哇大哭了起来 惊吓血管真的快要爆炸了 她恨不得将张肖这个人扎大蟹八块丢到河里去喂鱼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慢慢吐了一口气 让自己缓了过来 柔声问道 张肖知道你怀孕了吗 李清清摇着头 不知道 本来是打算今天早上提前回来告诉她的 不料她 她哽咽了 说不出话来 别哭了 惊吓安慰着 肚子里的孩子要紧 李清清又哭了好一会 才收住了眼泪 这件事先别告诉张寒 他刚结婚 我害怕他多想 嗯 惊吓点点头 见李清清平静了下来 问道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李清清叹了长长的一口气 离婚 然后把孩子打掉 她顿了顿又道 我可以容忍她不爱我 但不能容忍她出轨 惊吓默默听着 不说话 若换作是她 她的做法也会和李清清一模一样 甚至会比李清清狠一点 起码要给那人扎狠狠的一巴掌 然后再说再见 陪了李清清一个上午 今下才回到自己的出租房里 她的室友和室友的男朋友都去上班了 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闭着眼睛舒服地喘了一口气 昨晚的一幕幕浮现在她的脑海里 此时此刻的她只想找一个洞钻进去 虽然昨晚及时悬崖勒马 可他们之间的友情彻底被破坏了 她叹了一口气 坏了就坏了 这几天这么多糟心的事 反正多这一事也不算多了 陆毅在公司都心不在焉的 时不时看手机 似乎在等待什么 手机一震动 她就急忙打开手机 可每一次打开手机信息 都是公司的工作信息 她想应该是等不到了 主动出击 给金夏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今晚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有话对你说 她从中午等到晚上七点 金夏都没有回信息 她想去金夏的公司看看 不过她还是直接回了出租房 金夏的室友告诉她 金夏下午的时候搬走了 她拨打了金夏的手机号码 无法接通 拨打了好几通 还是无法接通 她无奈冷笑 这是在躲她 她打开通讯路 想给蓝清旋打个电话 叫她出来喝两杯 可想着她结婚了 又是刚结婚不久 新婚燕耳地打扰她不合适 最后打给了沈一鸣 遗憾的是沈一鸣又出差了 最后 她还是打给了蓝清旋 出来喝两杯 你不给金夏找工作 还有心思喝酒 蓝清旋怼她 什么找工作 路易一头雾水 她怎么了 不会吧 蓝清旋惊讶道 你该不会还不知道她失业了的事吧 她失业了 路易不可置信地问 她工作以来都换了两家公司了 而金夏一直没有换 我昨天就知道了 你怎么做人家邻居的 她电话打不通 人也不在家 张涵知道不知道她去哪了 蓝清旋的手机被张涵夺了过去 金夏失踪了 没那么严重 可能在什么地方没有信号罢了 路易说得很心慌 她知道金夏不会想不开 但不排除她没有危险 但那也不能弄得所有人都知道 金夏是因为躲她而搬走的 刚刚挂掉蓝清旋的电话 路易的电话又响了 是她亲妈打来的 她耸了耸肩 轻松喊道 妈 儿子 金夏的爸妈前几天离婚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 这中秋节快到了 要是金夏不回家 那你就好好陪陪她 别回来了 我和你爸身体都很好 别挂念 路易时说不出来 难怪金夏昨晚行为怪异 父母离婚了 工作丢了 不崩溃也算是不错的了 可她却干了什么 既然欺负她 怎一个悔自了得 儿子 儿子 你在听吗 路妈妈在电话那端喊着 妈 她沉沉的语气 我知道了 她不停地拨打金夏的电话 打了几十通 终于拨通了 你在哪 她的声音很急促 那边的金夏却无所谓的回忆句 关你什么事 告诉我 你在哪 她轻言细语地问 她害怕金夏突然挂掉电话 有事说是 没事挂了 等等 那个 那个 路易一边说 一边在敲着电脑的键盘 金夏等了数十秒 还是没等出个什么 喂 到底哪个 没事了 金夏感到莫名其妙 对着手机骂道 神经病 大约半小时后 金夏听见有人在敲她的房门 她小心翼翼地开门 看到门口是路易 惊讶道 你跟踪我 我没那么闲 金夏也想到了 人家是轻大计算机的高材生 你在游戏公司上班 真是大财小用了 路易没有跟她平嘴 目光望着 她那没有一扇玻璃窗的地下室出租房 收拾东西跟我走 我刚住进来的 钱都给了 还有 她凭什么跟她走 那东西 别要了 她拉着它就往外走 金夏甩开她的手 你有病啊 对 她吼着 我就是有病 有病才会喜欢你 你不顽香 你不顽香 İntek 西红 西红 西红